尽管巴西队球星云紧 不过韩国队的目标则是在主场拿下对手 比赛开场不到一分钟 黄启燦在滇线附近的犯规 送给了巴西队任意球机 拉斐尼亚随即主罚的皮球质量非常不错 可惜地亚哥席尔瓦的投球破门被吹罚了越位在先 通过慢镜头显示 边才的此次判法还算公正客观 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随后巴西队利用长转转移 将球发展至走色 两队随即展开了区域争夺 咸锋出身的黄启燦在这次防守中显得惊艳不足 被对手轻松摆脱之后送出红枪 最后巴西队通过门前的接力率先取得了进球 尽管镜头给到了八号斧雷德 不过进球的却是巴西队的新九号李查利总 短短一分钟之后 巴西队通过前场的逼抢获得了球场 虽然内马尔随即在禁区内的处理显得不够果断 不过依旧利用出色的脚下技术帮助队友创造出机会 可惜拉菲尼亚最后的射门高出了衡量 韩国队主帅本拖本场排出了4-3-3阵型 不过在比赛中更多的呈现了一个4-5-1 球队这次通过后场的出球形成了几率 先是孙兴明的射门被对方封住之后 进区外跟进的远射又被门将扑住 球权依旧由韩国队所供逐 最后孙兴明面对冰防勉强算是完成了第三角射门 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 韩国队在巴西队的半场至少完成了30角射门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全程结局 皮球来到中路之后 黄启燦随即通过提速向进区内送出分球 最后黄义柱倚注地亚哥西尔瓦完成了转身破门 帮助太极虎顽强地扳停了比赛 然而巴西队的实力毕竟还是要高出不少 几分钟之后 内马尔与桑德罗在左侧形成了精彩串联 后者随即送出的船中险些助攻理查利松投球获了 韩国队的队员随即在禁区内有较大的犯规限 不过主裁判并没有及时吹停比赛 两队随即在禁区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拼击 当老将阿尔维斯的远舍被门将金城回挡出之后 主裁判立即与视频裁判组进行了交流 韩国队刚才在禁区内的犯规终于摆上定帝 30岁的内哨利用节奏的变化将球滑解 帮助桑巴军团再次取得了领先 上半场尾声节奏巴西队险些利用脚球机会 扩大了领先优势 地席的征顶攻门击中横梁之后 塔塞米罗在门前一米处将球踢位 下半场一天再战 巴西队率先通过传递配合在禁区内获得了机会 恒大民宿金英权的防守犯规又送给了对手点球机 而这次的判罚依旧是通过视频回放才得出的结果 那哨几乎用相同的方式骗过了门将新城队 进球之后依旧同心为敏 真是一名乐天快的球员 随后韩国队通过前场的低强获得了进攻几回 孙兴明带球推进侧队攻击 皮球随即分至右侧之后 6号黄仁汉调整之后的进射被门将围服队划进 虽然对手实力强劲再加上比分落后 不过韩国队的队员们依旧保持着争胜的心态 而且叛台的球迷也是继续加油呐 客观来讲他们的足球氛围确实比我们好很多 韩国队随后接连形成了两波攻势 不过都未能形成太大的威胁 比赛第76分钟 队长阿尔维斯接应脚球传中完成了连空抽手 三分钟之后 巴西队利用前场的高位低强获得了进攻击 随即在禁区内通过三人之间的配合完成了破门 进球的是即将年满30岁的布丁药 比赛第81分钟 韩国队依旧没有放弃比赛 孙兴明这次从法比尼奥的脚下断走了皮球 最后稍作调整 用左脚完成的远射被门将奋力挡住 随后巴西队通过中场的断球迎来了反击几个 而韩国队的防线还是保持的较为完整 这次是门将金城奎孤出了对方的警示 比赛最后适合 替补上场的热苏斯上压了千里走单级 最终帮助巴西队以5比1的比分拿下了比赛 感谢观看